就是比較正式的 嗯 對 比較正式的小夢法表會 然後事實上這樣子的模式 是大學很常見的人出 對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坐在這邊 好好聆聽 然後呢 我們有一張學習單對吧 大家請拿出你們的學習單 OK 然後這個學習單的話 我希望你們今天聽完 能教的就趕快教 如果今天教的話就會有神秘的小禮物 對 所以能教的就盡量教 那如果不能教的話請 在11月幾號 11月15還是12 15 15的時候 就是之前教盡量教 OK 這很重要一定要教 我講三遍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 它真的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教OK 然後我們今天的話會有 五個不一樣的小論文 對 他們會有五個不一樣的主題 那你們可能有些人來自於一類 有些二類 有些三類 但是不要以為就是 他跟你的類組不一樣 那就沒有什麼值得學習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每一篇小論文 他們都有自己值得的地方 所以請你們就是認真的努力的聽 OK 然後我們分上下兩場 就是上半場會有三組 然後下半場會有兩組 中間會有十分鐘的休息 OK 所以不會讓你們一直坐在這邊 然後覺得很重要 好 那我們校長還沒有嗎 還沒有嗎 還沒有嗎 那我們要 我們就先開始好了 那我們第一組的話是 有關於綠豆的小論文 綠豆生長的小論文 對 那我們投稿的類別是生物類 再介紹我們小論文的文前 我們先說說小論文是什麼 小論文簡單來說 是一種專題寫作的能力 那麼它總共分成二十種類別 如果又放了PPT 你可以選擇你喜歡的 然後開始你的小論文 那小論文的格式 可以用一個人來解說 頭部的前沿動機 身體的正文 以及腿部的結論 腳部的參考資料 而詳細的格式 你可以到中學生網站 進入網頁後 最左下方 你會發現小論文專區 點選進去 裡頭有小論文格式 即評審要點 裡頭正是你所需要的 有沒有比較認識一下小論文了 如果有 那我現在要介紹的是 如何做前沿 前沿的部分 這個可以分成動機 目的和方法 這樣說太文雅 那我用簡單的話來說 就是觀察還有你想知道的事 以及最後你所採取的方法 你也可以在前沿的部分寫上研究限制 我覺得你們可能不太了解 簡單來說就是困難點 我舉個簡單的小例子 你觀察到你家隔壁鄰居養一條狗 叫老王 很可愛 你發現他每天都會到電線卡通天上廁所 你好好奇 為什麼 你想知道 所以你決定每天跟著他 可是 你要補習 你要寫作業 你要考試 你來不及了 你怎麼辦 所以你很聰明 你決定幫他裝一個項圈具有攝影功能 來做觀察 這樣是不是比較了解了呢 如果你現在還是很不了解 沒有關係 先聽聽我們的小論文 在校本課程中 我們知道了 我們在校本課程 也就是曾洛蘭老師舉辦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 可是就是 舉辦的校本課程內 我們就是從新聞中學科學 我們從裡面學習到 植物的生長和生長激素的分布有關 我們很想知道 如果光的存在和光的波長 會不會影響植物生長 我們很開始做實驗 也就是重濾動 可是我們的實驗數據的結果 沒有為了要更準確 所以我們把每一個小實驗 又分成AB兩組 你們可以看到這樣 這是示意圖 那就是我們同一個實驗的狀況下 會有兩株植物 也就是兩株濾動 我們的實驗可以分成AB兩大組 分別是植物部分照不照光 跟部分照光 以及B部分的照不同色光 現在聽是不是有點太累了 那沒關係 就請你們稍微繼續聽一下 在介紹我們的實驗時 我要先介紹一位科學家 他叫莫亞 他是瑞士的植物學家 他發現像光性的生長有助於光合作用 然後他又發現了光合作用會合成有機物質 那簡單來說 他就是發現了植物照光會幫助生長 那如果不照光呢 這是不是我們最開始的問題 我們開始了實驗 我們分成四組 分別是金頂、金部、根部及對照組 下方是示意圖 你們可以看到 我們分別用白紙 我們的包起的部分是用白紙 隔絕光線 因為白紙是最容易反射光的 那我們用這個方法來阻隔光線的照射 我們進一進一個禮拜 我們將實驗結果統計出來 旁邊這個是高度 就是綠豆的植物高筋 以及他們的生長日期 我們發現根部補照光 讓植物的生長狀況最好 你們可以看到15.2公分 而最下方的金頂補照光只有5.1公分 植物幾乎沒有在生長 我們推斷植物根部補照光有助於生長 接著我們進行了第二個部分的實驗 就是當部分照光 如果部外照光會影響 那麼會影響多少 我們分成了金部、根部及對照組 那同樣的示意圖是因為 我們的金部分別用了方位 就是東方跟西方以及根部 那對照組也就是不加任何杯子跟蓋子 阻隔光線就是直接照光 我們也一樣預金了一個禮拜 你們可以發現這張折線圖上面 9月17號到9月26號 他們的生長高度在9月26號的時候 明顯的突出 也就是所謂的對照組 你們可以看到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 有沒有仔細看之前上一張折線圖 他們的落差並不大 所以我們推斷植物照光 雖然照金頂對照組的生長狀況是最好的 高度是最高的 可是其餘的植物 其餘的植物依然是長得非常健全 不會像金頂不照光一樣如此嚴重 接著我們進行了第三個實驗 也就是最後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其實最主要是因為 一位科學家他叫英格爾 英格爾 應該是翻譯名字 英格爾 他發現藻類在不同的光線下 會生長狀況會不一樣 他用了藻類 他發現藻類在紅光跟藍光下 光合作用會最好 最多也就是長得最好 那我們想問綠豆呢 因為我們種的是綠豆 綠豆會怎麼樣 我們把實驗簡單分成了七組 紅黃藍紫黑以及對照組 白光也就是太陽光 光的波長在這邊 他們代表了不同能量 紫光是最多的 然後一直到紅光是最少的能量 然後上面是波長圖 那黑光的部分 我們使用了黑光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明確分之是紫外光 還是紅外光 所以我們把它歸類為非可見光 就可能有點悲可見光 那對照組 就是對照組的部分 就是直接讓他這樣長 那這個部分是用黑光的部分 也就是用黑底 黑色的玻璃紙用的 我們用了玻璃紙來做合成顏色 分別是紅藍黃三種玻璃紙 然後來製造不同色光 這是我們的實驗結果 我們統計了所有實驗的時間 是從9月24號到10月1號 我們發現黃光 綠光 綠光 兩個生長高度是最高的 遠大於原本我們預期的對照組 這很不可思議 這也讓我們懷疑 我們數據是不是有披露或是小問題 所以我們去請教了洛蘭老師 我們把我們問了問題 然後洛蘭老師建議我們 用另外一種方法來檢視這個實驗結果 我們發現我們使用了平均精高之後 也就是將AB兩株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還記得 就是之前實驗最開始的地方 AB兩株的部分採取平均值的整理 我們發現黃光依然是最高的 可是變成了黑光第二高 再來才是綠光 因此我們推斷 黃光和黑光的照射下 會幫助綠豆生長 如果你覺得這三個實驗看起來很獨立 那麼我把它總結一下 這是我們的結論 我們發現在A-1跟A-2的部分 我們發現部位會影響植物生長 部位的照光會影響植物生長 而我們在A-2以及B部分 也就是紅色的地方 我們發現黃光跟黑光下 只綠豆長得最好 以及橘色橘黃色的部分 只要綠豆的金頂照光一定是長得最好的 我們總結了全部這三個小部分的實驗 我們得出了紫色的部分 對於綠豆而言 只要照光就能生長 即便金頂不照光它還是能生長 可是如果你有保留金頂 以及給予黃光跟黑光下 綠豆的生長狀況會是最高也是最好的 那麼其他植物呢 其他的東西也是呢 這就要換你們去解答了 最後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謝謝大家 一記你都沒有說到話 是啊 那好吧 我做個簡單的考驗好了 你知道嗎 有位生物學家這麼說過 是 人類是最美麗的生物 Yes 那你知道中國歷史上有一個誰 既美麗又最有權威嗎 我知道 誰 武哲天 還不錯嘛 謝謝謝謝 那你知道他的生平世紀嗎 那個其實我歷史課 好 好 那麼你們呢 你們想知道我們的天樂的故事嗎 如果是的話 請你們認真聆聽下一組 蹦霸天下 請給予熱烈的掌聲 大家好 我們是第二組 我是三連師班陳雲安 我們的指導老師是侯倩文老師 以及廖志豐老師 志豐老師在那邊 在音響那邊 對 然後我們的同胞配別是史迪類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主題是 鳳霸天下 論武哲天掌政時期之影響 我們先來介紹前言的部分 第一個 我們的研究動機 為什麼我們會想要介紹這個主題呢 因為我們在報章雜誌 或者是新聞節目 常常會看到許多有關女性掌權的消息 像是德國首相梅克爾 南韓總統普錦慧等 這樣我們思考到 中國歷史上有哪位女性跟他們相似呢 我們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武哲天 我們的研究目的是什麼 為了探討中國歷史上對於重男輕女的觀念 導致著女權意識低落 但是武哲天她卻能打破傳統 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能上皇位 必要有大權的女性 這不是很厲害嗎 最後 我們的資料要從何而來 也就是研究方法 像我們的話 就是從閱讀古書籍 像是舊堂書 或是流來網站 觀賞也是作品等 這樣就可以了解武哲天她的政績 以及她對唐朝後世的影響有哪些 好 我們來個有獎真答吧 誰能告訴我前沿最重要分成哪三個部分 數到三 很簡單 而且禮物保證很好 一 三 OK 很好 來送你 好 再來我們來到正文的部分 我負責介紹生平 大約分成四個階段 一 少女時代 二 出家時期 三 重新入宮 四 掌權時期 我們先來看少女時代 武哲天她在十二歲的時候 父親就去世 她和母親常常受到祖兄的虐待 14歲時奉閉入宮 成為唐太宗身邊的才人 才人也就是皇帝後宮中 大概中上層的位階 一開始 唐太宗非常的疼愛她 並且似她為媚娘 在不久後便將她給淪落了 而武哲天當了十二年的才人 地位卻沒有提升 但她因為迅馬一事 展現出了她與外表不同的男子氣概 雲梅里 說到這邊 你就會發現 武哲天的性格慢慢的改變 而且和她的經歷有關 二 出家時期 太宗去時候 武哲天依照唐朝的後宮法令 出宮為寧 在這個時候最關心她的人就是李治 也就是唐太宗的兒子 之後的唐高宗 他們其實在唐高宗 他們其實在唐高宗 唐太宗病痛期間就有一腿了 接著是 接著是重新入宮 李治登上皇位之後 便重新將武哲天招回宮中 並封她為朝夷 朝夷也就是皇帝後宮中 大概中上層的位階 但武哲天她並不滿意現狀 她在仙下公主的百月時期 王皇后曾經探訪過公主 皇后離去後 武哲天心中藍氣閣的念頭 只是親手將自己的女兒掐死 進而誤賴王皇后 讓李治誤會 這也讓李治堅定了她廢王立武的決心 最後 掌群時期 高峰晚宗 他將自己的皇位 傳給了武哲天的兒子李弘 但武哲天卻在酒中下毒 而毒死了自己的長子 高宗又令李賢為皇太子 也就是儲備皇帝 而武哲天又將自己的次子給逼死 而後高峰去時 武哲天的第三個兒子李賢 和最小的兒子李黛 相繼上任成為皇帝 但還是被武哲天廢除了皇帝的位置 最後 武哲天終於如他所願 登基稱帝 他將自己的名字改為武兆 並將國號改為周 從此天下歸於這位女帝的統治 介紹完武哲天的生命之後 你們是不是也有點累了呢 那我們來看一小段 關於五妹娘的影片吧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完武哲嗎 接下來我是308班的劉怡文 那我要為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政績 我們這幾乎分為三點 第一點是復國強民 第二點是廣納賢財 第三點是鐵灣政策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復國強民的內容吧 那復國強民的部分我們是以農業為主 因為自古以來 中國都是以農立國的國家 那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勸農商勃搖父 以及免除三府一代百姓搖曳 那這兩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是減稅 第二個是一些推動農業的政策 如果說在農業上的穩定發展 可以促進國家的穩定 因此這樣子它就會減少民變的可能 也可以為武哲天登上地位的過程中 減少許多阻力 第二點的部分我們來到官場 官場的部分 這邊我們先來講一下廣納賢財 第一個部分是選仙舉能 第二個部分是無舉先鋒 第三個部分我們用赦免清官 那這邊來講第一個是電視 電視的部分的話是武哲天親自去面試這些官員 那這些官員可以看到的狀況就是他們會非常忠於武哲天 因為就是有武哲天這個人親自選拔上來 他提拔了他 那些官員們自然會忠於武哲天 第二個是無舉先鋒 無舉先鋒的部分 他開創了這一個選舉人才的方式以後 他就可以讓一些有這部分才能的人多一下出路 第三個是赦免清官 赦免清官跟他之前剛開始登上地位的時候的政策有關 這個部分的話是大興告密之風 他大興告密之風以後會產生許多問題 而某一部分他就是因為赦免清官才達到穩定政治的效果 第三個我們來看到鐵灣政策 鐵灣政策他大致上是廣岩路以及渡殘岩 初期他為了穩定政局剷除異己 他開始形成告密風氣 那麼這段期間非常多的酷吏用許多無所不用其極 其實為了替武則添花心他將許多的官員 無辜的官員們拉入監獄裡面 給他們很恐怖的刑期以及一些刑罰 那這段期間會造成人心惶惶的官場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文化部分 以上的政績會造成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的社會會去安定 那社會安定的話我們就可以來發展文化活動 文化活動的話這段期間的文化活動 大興發展的部分有絕具以及律師 那麼這個段時期最特別的是 這段時期開始有對聯這個東西出現 那下面這三個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是對聯的事意圖 現在我們來講一個小故事吧 龍門奪袍 這個故事是跟武則天對於文化的重視有關 武則天在宴會上問了就是讓所有的文人們作詩 作詩接著他說了 如果誰的詩作最好 我便將我的龍袍賜給他 此時有一個人名為宋之問 這時候的一個文學家他非常厲害 他的詩作贏得了武則天的欣賞 那武則天就將他的龍袍賜給他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聊聊正文的寫作吧 正文的寫作我們會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個是題目 第二個是資料 第三個是架構 題目的話剛剛像一組所說 我們從有興趣的部分去挑出我們的題材 第二個是資料 資料的話我會建議各位大家先廣泛的收集資料 收集很多很多的資料以後再慢慢去擷取你所需要的 第三架構 架構的話以史地類也就是我們的小論文來說 我們的小論文因為我們其實剛開始我們並不知道要怎麼去分正文的段落 那這一個部分的話我們就利用維基百科 維基百科有以時間軸或者是他的事跡為分界 那這時候他就是一個很好的輔助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歡迎我的組員李儀傑來為我們講解一下有關結論的部分 哈囉大家好我是三一四八李儀傑 接下來我要講評價 那首先呢我們評價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正面一個是負面 首先我們看到女中英主的部分 女中英主呢我們是採用清朝史學家趙毅所說過的話 然後來推進我們前頭的廣大賢才以及復國的強民 接下來呢文化興盛 文化興盛剛才也提及了就是對聯的部分 對聯他呢在這個時間開始盛行 然後大家也知道我們平常所讀的唐詩 都是在這個時間非常的興盛 那接下來負面的部分呢 就是 不好意思 接下來負面的部分呢 是我們剛剛也有提及的他初期的部分 他大興酷吏 造成了冤暗四起人心惶惶 接下來是解論的部分 解論呢我們引用唐慧瑤這段話來顯示 是這段賢明的衣食無切以及國泰平安的部分 然後是武則天提罰故意氣象鞏固自己的勢力 最後因為掌政初期大量使用庫律之風 而讓這段輝煌時代蒙上陰影 最後武則天徒留無自卑給後人自行評價 接下來讓引文告訴我們如何斷寫參考資料 以上就是我們的書籍類的參考資料 這個部分是我們網頁的參考資料 那我們如何找參考資料呢 很簡單 我們有三種方法 簡單來說第一個網路類 第二個論文類 第三個是書籍類 想必大家都對網路類非常的熟悉 因為大家常常打開手機 打開電腦 就是開啟搜尋引擎就Google 然後呢你就在裡面輸入你需要的資料的關鍵字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許多許多資料 第二個論文類 論文類我們可以來看到這邊 這個是我們台灣博碩式論文加值系統 大家可以從這邊找一些自己需要的論文 然後可以利用裡面的一些資料 第三個部分 我們是以書籍類 那書籍類的話大家可以來這裡 圖書館 圖書館有非常多的藏書 也可以讓你們增加知識 更可以在你搜索資料的同時去增加你的見聞 那我們有三點大致上分為三點的助力事項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第一個請不要複製維基百科的內容 維基百科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維基百科 假如我今天我很無聊 我上去了 那我想要改什麼資料 我就隨手改 那這樣對學術性的研究來說 這是沒有任何的根據的 那麼第二個 我們可以利用論文內的參考資料 論文內的參考資料 也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上述的 剛剛有一排參考資料 裡面呢 講了許多許多的書籍 如果你有想要做相關的小論文的話 其實你可以利用那些 我們已經使用的資料去進行延伸 第三個參考資料請用APA格式 這個部分是小論文的規則裡面有寫到 那我們來看看我們的 這邊有一些例子 這邊是我們 以我們的小論文為例 這邊是書籍的寫法 作者、出版年、書名、出版地、出版者 這是他的標準寫法 那以例子來講我們可以這樣寫 這是比較古老的書 這是留居、後進、舊堂書 那麼這邊的話是我們的比較新 就是大家比較有現代的書籍 那這就是網上南柱 這是時間 然後這是書名 然後地點 然後以及書局、出版社 那第二個是網站的部分 我們有使用很多很多的網站去利用它裡面的資訊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網站名稱 日期、取字網址 那日期的部分我這邊標紅字是代表一下 那我們找到的格式有兩種 第一個是這個網站架設出來放上去這段資料的時間 就像我們寫的 那第二個是你查找資料的當下 你用的那個日期 這是有兩個部分 那以上就是我們如何找到參考資料 那接下來我們的高層 以上大家都了解了嗎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那大家坐著坐著打得累了吧 大家也覺得很煩 我們為什麼要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我們明明考試都不會考啊 那如果說考試都不會考的話 那你們想不想動一動呢 想不想看一個比較有趣的小論文呢 那接下來歡迎我們超級有活力的一組吧 大家好 我們是 我是301班的渡村院 我是301的陳國瑜 我是307的Freeting 好 那再開始先 這是 技術長的一些問題 對啊 好 在開始前面先問大家 為什麼我們站在這邊 有人知道嗎 有人知道嗎 絕手嗎 有 有這個 有 有這個 有這個 交打後飛 怎麼做小龍 還有誰 我 試試看 好 謝謝 謝謝 當初我們三個 花了30秒 而久,有一些小論文 可是我們的主題卻花了一個月 我們的長次主題非常不能大 我們想做的一個是體育 可是因為找不到實驗對象 所以我們只能拿到自身當實驗員 這個變成 那都是寒假 我記得 然後我們三個每天都 界限訓練 200 100 那樣操 然後操很累很累 可是到最後發現 我們拿出來的數據 跟我們想做的東西 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經過一番討論之後 我們融合一個興趣然之想的主題 而且這主題的可行性也比較高 然後這就是我們的主題 比較熱身後的影響 然後我們歡迎下一位 大家好 我們的主題就是 是比較熱身後不同生產方式 對於爆發力及肉軟度的影響 很多嘛 文周周的 我也不想看 沒關係我們慢慢看 首先我們先看到我們的動機 我們先看到我們的動機 我們之前小杜也講 我們三個都很關心體育方面的資訊 所以 我們先首先觀察到 選手都會有共同經驗 就是 伸展越久 你的成績卻越差 然後我們的組長 柏宇 之前是勇隊選手 感觸良多啊 所以我們 以一個研究了熱身的種類 首先 靜態熱身 組成拉筋 像是 最基本的 局局我們會做的這些伸展都是 小杜再示範一下 對 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沒錯 好的 在這邊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運動前會拉筋嗎 會嗎 會 對 大部分都會嘛 我也會啊 從國小學 體育老師這樣教我們嘛 這樣才不會 抽筋啊 不會拉傷啊 什麼的 but in fact 專家表示 我們的基建就像橡皮筋一樣 生長越久會呈現一種疲乏狀態 那是一個叫什麼 Charles Aaron的專家說的 這也說明了為什麼選手在關鍵時刻都會失踩 我們準備那麼久 結果卻 得不到相關回報 非常得急 所以我們還有第二種選擇 動態熱身 像馬克超 慢跑 跳繩都算 馬克超 來 示範一下 對 就像這種 可以充分活動我們的髮關節 這部分的肌肉 也是許多些進選手愛用的動作 大家會看NBA吧 也都知道Snaven Curry對吧 他在上場前都會在場冥韻球 除了保持自己的手感 也是一種動態熱身 而我們剛才提到的馬克超 也是接下來我們實驗中會採取的動作 好接下來實驗的部分就交給我們的主長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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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實驗的部分由我來為大家說 我們這個實驗呢 名稱叫做 生理能力檢測指標 檢稱提升能測驗 那我們有兩個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爆發力 第二個面向是柔軟度 那我們的實驗對象是15名小學生 我們將他分成三組 第一組 靜態組 第二組動態組 第三組不生人組 每組各有一個人 然後這是我們的實驗步驟 整個有 三個步驟 然後最後一個步驟是整理 第一個步驟是叫做前測 這個 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在測驗受試者 運動前的生理素質 生理表現 那我們用地定套原來檢測他們的爆發力 然後做肢體前往來檢測他們的柔軟度 接下來進入過程 過程這個部分就是介入伸展 那剛剛分成三組 第一組 靜態組就是做了拉筋的動作 第二組實施馬克槽 然後第三組就是伸展組 就只要做靜坐就好 然後持續20分鐘 接下來我們進行後側 後側這個部分是要檢測 受試者在熱身完後 他們的生理素質有沒有進步或是退步 接著我們把 我們將 實驗數據製成圖表 結果如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張圖 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可以看到這根藍色的特別差 然後這個 紅色的部分 只有中間這個有成長 其他就是退圖 這張圖想要呈現的就是說 動態伸展是這三組裡面 增長性最好 然後 另外兩組 成長性比較沒那麼好 而且差異也很大 所以我們無法從這張圖來得知 左邊跟右邊的靜態組跟不伸展組 到底誰好誰壞 所以他們差異那麼小 但是我們參考很多文獻之後 大家發現靜態組遜不伸展組 然後 這是我們資料欄 那為什麼呢 因為 當身體受到太大的伸張時 身體會出現一種 反向補償力去保護它 這過程我們叫做生長反射 這個大大限制了 肌肉伸展的可能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張肌肉簡單的示意圖 當我們給它外力 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部位名稱叫肌鎖 它感應到你給它外力之後 它就會 開始要去應變 如果你給外力太大 它就要保護它的肌肉 不要被 不要被 那個 受到太大的外力 所以它要保護它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 就是 動態伸展的效益 大於不伸展 大於靜態伸展 所以聽了那麼多 應該可以知道說 動態伸展的效益是最好的 然後靜態伸展的效益是負的 就是對它 會有壞處 所以在運動前 我們建議大家使用動態伸展 改變吧 各位 你可以拋棄你以前的做思維 你可能以前認為說 跑步前一定要拉筋 才有辦法 跑出好成績 但其實這是不對的 因為你可能讓你的肌肉疲乏 或是讓你的肌肉縮得更緊 你不要好好運動肌肉 你應該做一些動態伸展的 運動 讓你可以更熟悉你跑步的動作 也可以比較容易伸展開你的肌肉 所以從現在開始 讓動態熱身提升點運動表現吧 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這是中文資料 然後這是外文資料 再來這是網文資料 那接下來我們將時間還給我的小杜 好 好 我現在想要吸引我們寫小論文 對 就那麼簡單 寫小論文的小處 好處啊 從實際面的上來看 有四點 曾經理的專題研究能力 豐沐也變很資料 好像還可以 曾經理的文筆奏計 我覺得我需要 除此管提供免費食物 這個讓我好好介紹一下 因為你知道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人在動腦的時候 需要耗費大量的能量 你知道嗎 所以除此管有時候會提供一些小東西給你吃 不是啊 那 那 對啊 所以就是 就是蠻爽的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們覺得這些會吸引你嗎 這些東西會吸引你嗎 這些 這些東西 那種 膚淺的各位 膚淺的各位 所以你只需要的是單純的動機 從我喜歡 比如說 我喜歡跳舞 好 那我試試看 我就很努力給它跳 很努力給它跳 跳到死 對 最後 我成功了 我到雲門舞級了 這樣不可能 所以不做不會怎麼樣 可是做的很不一樣 去嘗試吧各位 有時候 有時候 我們 如果不是嘗試這些東西 我們永遠不知道 我們的能耐在哪裡 永遠不知道它的結果是好還是壞 可是你只要嘗試過 或許 結果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 可是它是一個經驗帶給你 對啊 然後 這是我一開始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在這邊 還有人想回答嗎 沒有 天啊 沒有 沒有 好啦 因為我們特有 我不是說 不想炫耀 對 我也想炫耀 我是說 只要你可以嘗試 就一定會有結果 對 就是去做吧 把你的想法 付諸行動 而不是空想 好 我們就跑到那邊去了 我們幫我到的結束 謝謝大家 好 好 謝謝這組在跟我們很多的歡笑 對 那我覺得大家可能做的都累 那所以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然後右邊有茶點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看一下就是 學長姐們的小論文 到底是寫些什麼的話 我們後面有一個 衣化的大海盜 可以讓你們去埋怨 對 然後 有問題都可以去找學長姐們 對 不要啊 OK 那 十分鐘後再回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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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